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当皇家马德里进入巅峰状态时,BBC是能够每天上新闻的内容,而当油文图丝风光无限的时候,一甲版的BBC同样能够作为资本,成为支撑球队前行的重大因素。 有一甲BBC的发挥,才有了当初凌峰拥有MSN8赛罗那的淘汰赛神奇表现。 当油文图丝又一次经历重创时,对手是实力有限的佛罗伦萨,反倒是李贝里与C罗碰面后,打出了与班迪完全相反的结果。 压火的C罗在场上,依然能够晃开半条防线,即使如此,对手的防守球员还是紧追不舍。 守门员也早已经做好准备,更为要紧的是,压根就没有球员接应。 一条防线,面对一名球星,往往成功概率巨大。 而李贝里所在的佛罗伦萨,更像是个紧密协作的狼群,不清楚从哪出现一次攻击,如果不是,神情撕尼反应神速,比分远不止0比3。 已经37岁的李贝里,同样能够晃开防线,但下一个动作,是立即转移,给防守薄弱处的球员。 往日尤文图斯的BBC组合已经消失,同时后续无人,球员们像学生球队一样,一群人看到球,就蜂拥而上,以重金从阿甲克斯引进的德利克特,成为赛跑的输家。 神情撕尼纵然已经,尽力也无法阻挡,伯努奇被打穿,更是成了李贝里进攻的起点,从而成就了一次经典的团队配合。 对比尤文图斯一侧,C罗的单人表演,自然高下立判,进攻BBC只有一人,防守BBC完全消失。 尤文图斯,在李贝里的佛罗伦萨面前,完全暴露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